十年前我岳父在非洲盖学校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孩子们双脚都溃烂掉 因为土壤里面有种虫就是沙澡 会钻到我们孩子的脚尺缝里面去 供着吸血补着下蛋 所以就会开始溃烂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台湾募集这些鞋子 然后叫做救鞋救命开始 小郭哥我要带你来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 你常来这边是不是 我常来这边捐物资 但是我没有想到跟我一样有爱心的人有那么多 那这样好你先来检查一下我今天的鞋子 这非常标准的 对不对 我要把鞋带装起来 小case吧 哇 你认真 真的真的蛮重的 妈妈妈妈妈他们就拿这个水啊 就顶头顶然后就走了三十分钟 对所以我们就有活水计划帮他们挖水井或者是积水坝 就因应环境的需要 我现在在背影过路上 我觉得小郭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施展 因为我会运车 所以今天就是看我有没有运车就知道小郭还有没有自己加入花木兰 她就是带父从军嘛 我们发现女性的温柔 女性的坚持 其实她事实上是带着一个帮助力可以影响台湾 就慢慢形成了一支这样的花木兰部队 每个司机她就像在部落在偏向在黑暗里面的一盏围挂 她可以把老人家接出来看病 她可以把一些照顾服务把带进去 给独居长者 她甚至可以协助她做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管家服务 透过她的车 透过她的移动 她就会带来一个地方的一个温柔 生了 生了 哪一点 哪一点 你跟我说 我就是带到黑暗的外国师庄 我没办法当照顾员 照顾员不用 不用敷药 真的 好悟喔 马上可以动 谢谢 照顾好 做一个礼拜来三次 来两次 解决一些她们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可以帮助她们打扫啦 或者是清洁 或者是购物啦 代购之类的 也不见得是我陪伴她 还是她不来陪伴她 所以其实就借着这种感动 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跟自己说 除了做不下去为止 我们就一直做下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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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